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颇奖 独家出品 第291集 过去 风轮明镇这座城市 就是仗着它的念力兵器无比的迅猛飘忽诡异 可是 当那圆轮一分为二之后 速度 威力 诡异这三方面 都有了一个惊人飙声 完全向罗锋展示了什么叫做风 完全压着罗锋打 吃得一下 其中一个残月轮竟然压制住金色鱼儿 另外一个残月轮闪电般射向罗锋 罗锋脚踏顿天缩 立刻暴退 同时手持盾牌 当得下 残月轮劈在罗锋手上盾牌上 挟着那狂猛风式的残月轮 蕴含的冲击力 令罗锋整个人情不自禁地 被砸得落向后方 直接撞碎那别墅顶部 落入别墅屋内 搜 金色鱼儿迅速飞回那别墅当中 砰底下 已经碎裂的别墅屋顶 再次爆裂开来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正是罗锋 此时的罗锋没有丝毫狼狈之色 反而眼眸中有着兴奋 绿发青年悬浮而立 两个残月轮在其周围悬浮 嗯 绿发青年发现 罗锋身后背负着一暗金色长棍 那长棍很粗很长 就防飞个暗金色大木桩子 风轮 你说的对 没有对手 真的很没意思 远处别墅上空 罗锋双眸有着疯狂之色 你风轮是第一个逼得我用出最强势力的 没办法 你真的很强 不拿出眼神兵 我还真的赢不了你 绿发青年身体一阵 震惊看着罗锋背后的暗金色长棍 眼 眼神兵 眼神兵蕴含金空间这两大本源法子 于其中 是精神念师掌控者九大神兵之一 对恒星姐而言 想要使用眼神兵 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眼神兵形态分为九重 单单第一重换件事 就需要对精之本源法则有所感悟 意识强大 才有可能施展成功 仅仅是可能成功 就是罗锋在现实世界中 也是研究了数月 在预选前十天埋头琢磨 才算基础掌握 恒星级掌握第一重 同级同街 可号称无敌 号称无敌 也说明其威力 你竟然能使用眼神兵 绿发青年眼眸中有着震惊之色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眼神兵战斗 罗锋背负暗金长棍 缓缓落在下方别墅一处完好屋顶上 绿发青年心中忍不住紧张 毕竟九大神兵的名气太大 只是心中沸腾的战意 令绿发青年双眸赤热 高声道 风子 这预选最后一天 能遇到你这样对手 真是让人开心呢 你就拿出你全部实力 让我好好看看 传说中的眼神兵 到底是有多强 不会让你失望的 罗锋瞳孔一缩 二人遥遥相对 距离不过百米 分别站在两栋别墅屋顶 罗锋眼中立芒一闪 手指摇直远处绿发青年 顿时 背后的暗金色长棍飞出一串金光 那是六柄薄如蝉翼的金色小剑 这六柄金色小剑自然分解 同时他们的剑身上无比复杂的密纹 开始金丝流窜 彼此串联 要将无数金丝串联 形成完美的整体 无比艰难 之前使用顿天梭 就算将剑鱼阵达到大成 也无法完全将自己对金之本源的感悟 全都融入其中 而此时 几乎瞬间 就将对金之本源法则的感悟 全都融入这一招当中 尽力去施展出第一势 罗锋只感觉自己感悟的还不够多 这第一势只是基础掌握 远远没有达到大成地步 异柄梦幻的笼罩在淡淡的金光下的金色幻剑 悬浮罗锋前方 整个迷幻的金剑无法看清 一股灵力气息 从迷幻金剑中传出来 令前方空气震荡波动 搜了一下 迷蒙金剑瞬间射向远处绿法青年 整个迷幻金剑在射出的一瞬间 因为太快 整个化作一道金红 绿发青年咬牙怒吓 额头青筋直跳 全力操控念力兵器 两个残月轮就仿佛嬉戏的两个孩童 彼此嬉戏打闹着追逐人 以让人捉摸不透的诡计变化 化作一阵风 去拦截那一道可怕金红 轰隆 金色剑红 撞在两个残月轮上 随着一声暴响 两个残月轮都被撞得倒飞 砸向下方的别墅 啪的一声 其中一个残月轮砸在别墅的玻璃上 令玻璃直接爆炸开来 碎裂的玻璃四处崩飞 嗖 撞击后停止的金色幻剑 再度化嘴到金红 射向绿发青年 怎么这样 绿发青年露出惊怒这色 脚下圆盘立即飞除 一分为二 化作两个残月轮去抵挡 轰隆下 金红一次撞击 两个残月轮再次乱飞 呼吃 紧跟着 金色幻剑就射向绿发青年身体 绿发青年没有躲闪 而是死死定了罗锋 念力传音道 疯子 我施展错了 下次我一定能赢 一定能赢 咆哮声还在罗锋耳边回答 金色幻剑已经贯穿对方头颅 那绿发青年尸体从半空坠落下 砸在屋顶上 而后滚落 落入那别墅院中 你是错了 罗锋降落在尸体旁 低声道 你已经跨入本源法则门槛 本来 会要击杀你没那么容易 可是 你却跟我硬碰硬 又怪得了谁 虽然这一战之前没有使用眼神兵 真正和对手厮杀过 可是 在虚拟宇宙 杀戮场中 为了熟悉眼神兵 罗锋曾经设定过很多恒星级对手 设定对手分别感悟金木水火土 风雷电光线 时间空间等本源法则 这令罗锋积累了不少经验 金 至刚至阳 风力无疲 风 风本无形 飘忽不定 走不同法则路线 战斗方式也会有所区别 罗锋跨入金至本源法则门槛 攻击自然是至阳至刚的 催库拉朽 使用的又是最适合金至本源的神兵 眼神兵 威力其大 风轮跟罗锋硬品 死了也怪不得别人 主要是绿发青年风轮 被眼神兵名气所震慑 加上过去和同阶对手战斗 一直是无往不利 直至死亡才清醒明白 应对疯子最佳方式 疯子和风轮这一战 那动静当然吸引了原本在北城区的一些天才高手们 那些天才高手们 戴德靠近观看时 战斗已经结束了 疯轮输了 疯轮竟然被杀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没看错吧 疯轮都倒下了 谁能是那疯子退守啊 远处一群高手震惊不已 风轮可比魔锤冷线骨头等人强多了 很多人早猜测过 风轮和疯子一战谁会胜 可很多人都相信风轮 毕竟风轮战机太表寒 而且一直高高在上 从未失败过 一直轻轻松松 一路屠路 本座城市第一人是风轮 很多人早就这么认定了 那疯子太强了 疯子最后的金光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疯子施展的念力兵器 是金色鱼儿吗 对了 这疯子杀疯轮会得到多少积分呢 疯轮就是失去一半积分 这排名依旧很高 至于疯子 这积分现在肯定比疯轮高多了 罗峰背负着案金色长棍 飞离这片别墅区 来到远处一座密集居民楼区 直接从一阳台入内 预选三十天 今天最后一天 罗峰默默坐在地面上 调整心态 预选三十天 特别是后二十天 完全释放心中疯狂 沉浸在杀戮中 被自己击杀的人数 达到数千人之多 一路鲜血下来 成就了疯子之名 不过罗峰不想带着这种心态 回归现实 罗峰盘膝静坐 将这骨子里的嗜血进行压制 压制在心头最深处 这风轮积分还真多 之前排名不愧是第四十二 罗峰低头看向手腕上的屏幕 屏幕上积分让人心悸 参战者罗峰 黑龙山帝国 积分 三千二百一十七万八千二百零一 排名五十一 杀了风轮 我竟然得到超过一千八百万积分 罗峰心中惊叹 杀超级强者赚取积分的确很快 之前自己将近一千四百万 都赶不上这一次收获 不过风轮也说过 曾经击杀过一位其他城市来的超级强者 得到超过一千万积分 得到积分最快的方法 还是击杀超级强者 最好是一个个城市去猎杀 罗峰按道 比如杀死排名第一的 估计一下子能得到过亿积分 当然前提是有能耐杀死 当罗峰击杀风轮时 排名刷的从第一百零二 直接跃升到五十一 这引起了前宇宙国很多势力 组织立刻重点关注起罗峰来 之前罗峰刚刚冲进前一千零一 关注他的主要还是黑龙山帝国亿万公民 可冲到第五十一就不一样了 这排名越靠前 势力越夸张 每一个世界区排名前三 可以说都是跨入本源法则门槛的 真正超级天才 每一个世界区排名前一百中 也有掺杂一些感物思思 本源法则的超级天才 排名高低 跟一个人自己的选择有关 某超级强者 如罗峰 如风轮 如果这两个人不是归宿在自己城市 而是在整个世界区 九十一个城市进行流浪 猎杀每个城市超级强者 或许会碰到硬骨头 可是更大可能性是 能冲到本世界区前十 搜集罗峰资料 这罗峰能排到第五十一 应该是达到了领域八九冲的战斗性天才 或者是更强的 感悟本源法则的超级天才 黑龙山帝国那种嘎拉地方 竟然也有天才高手冲到第五十一了 是很少见 黑龙山帝国在我们前五宇宙国诸多蜀国中 一向是中等偏下的 此刻 内搜集进了黑龙山帝国统治阶层的宇宙飞船豪舍大厅内 恭喜陛下 大喜呀 陛下 第五十一啊 两位数排名啊 整个大厅内数千号人都沸腾了 三位数的排名 两位数的排名 个位数的排名 那代表的荣誉是不一样的 比如此刻 黑龙山帝国暂时入选三人 红排名第九百九十九 纳比尼排名是第八百六十 罗锋排名是第五十一 一看就让人明白 红和纳比尼算得上黑龙山兴宇最顶尖天才 可是罗锋却绝对是 能够在千五宇宙国牌的上号的超级强者 两位数排名 陛下 现在整个黑龙山岛屿 亿万公民都兴奋无比 高坐在最上面的帝皇 脸上也难引一丝开心之色 哈哈笑着红声道 这一次预选 我们帝国很不错 看情景 很可能是有三个人入选 红和纳比尼 都是很优秀的 至于罗锋 我们黑龙山帝国的骄傲啊 这罗锋 有大功 有大功啊 必须奖励 重重奖励 帝皇声音更加响亮 当罗锋这个疯子终于放下血腥秃刀 躲在一居民楼中静等预选结束时候 在第72世界区星球大厦中 现如今排名第999的红 则依旧在拼命 因为最后一天的厮杀 会非常疯狂残酷 特别积分是在1000左右的一群人 他们随时可能提升 也随时可能被压下去 我必须保证自己能够活着 我一死 损失一半积分 肯定会跌出前1001的 一个破烂门窗碎裂的房屋内 一身黑衣的红站那里 闭着眼 同时 还要尽量杀几个高手 让自己排名再前进一点 红心中略过诸多念头 可整个人却无比宁静 心静如静 整个人无比放松 空灵 可但凡是有一丝动静 他都能提前发现 地球三强者中 他和雷神寿命悠长 经历很多 雷神虽然也对华夏那家犬 有所领悟 可重点是古鱼家树 在大涅盘时期之前 就是五吃一个 整个人是属于热爱五 有一颗赤子之心 容易和天地契合 达到古鱼家树的 天人合一境界 红不一样 红从小被当成杀手训练 杀手对于力量操控很精细 而华夏那家犬 对身体内的控制 心境控制 都非常重视 因为是杀手 自然有了他的武道 而后经历大涅盘 基地试试的 吞噬寿急难等磨炼 红对每一份力量细微控制 堪称三强者中第一人 三人中 罗锋最年轻 岁数最小 论天赋物性毅力 样样不差 不过罗锋没有受过 华夏那家圈等熏陶 在近身战上 他对力量操控 运用不如红雷神 不过 罗锋却是三人中最强的 一 他的天赋 令他成为 与莫星一脉传人 二 他舍掉性命燃烧灵魂 和金角巨兽一战 却夺舍了金角巨兽 这令罗锋 站在一个极高平台上 可以和浩瀚宇宙 无数人类族群中 最顶尖天才相媲美 屋内 罗锋盘系而坐 静等预选结束 预选结束倒计时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一道灰红低沉生意 回荡在一百个世界区域 所有幸存者脑海中 这令诸多世界区中 很多物者都是有些急躁 哎呀我这还差一点啊 刚才我还是一千零一 现在一千零二了 来不及了 杀 你也冲不进前一千零一 只要你让我杀了 等出去之后 我一定重重酬谢 你就放屁吧 重重酬谢 这种事情 虚拟宇宙系统根本不会急于公正 现在说的好听 等出去一转头你死不承认了 我有个屁办法 在最后倒计时时刻 各个世界区域都是一片混乱 而罗锋默默等待着 三 二 一 传送 一百个世界区中 所有幸存者瞬间全部消失 而后 那一个个虚拟出来的世界 也是一个个崩溃消散 一切化为虚无 而同时 各个世界区中最终排名 开始对外完全公布 预选结束 人选 已经选出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